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片全身,欢迎来到全身结束 继续和大家送上街坝国际局,有一批可乐肯,对两批寒多韩国FantaK 看一下FantaK选的是泰王,泰王这个角色在街坝里面性能也是比较高 在四大天王里面可以说谁也不怕,谁也不怕 好,炫过来,玄庭长老,正身位,战臂下臂,再接葵华,升龙打晕 一套晕,两套走,根本来不及三套啊,来不及拉起你的手 很快啊,这局 关键是要看对策 那按理来说泰王是打不过,应该说红人是打不过泰王的 只要看对策怎么样 因为他的上下波,快慢波组合,可以很好地控制红人的身位 不让他近身 好,一波,要卡住啊,不能让他轻易的旋风腿旋起来 我突然 走,压到半边,一个中手counter,中手是一个神技 好,再压,不要动 一个飘头,飘头过波,直接落地保保康 在一个身位的话,你发波是有风险的 红人发波确实有风险啊,尤其是发慢波 走,好,一波,不要动 拉开距离,现在是三到四个身位 这边打一个先手,counter,落地 我们泰王的话眼神不太好啊 所以说,要更加的努力,加倍的努力 压到半边 看对手如此有恃无恐啊,这边也是没有办法 好,Hagger叫出来,刚才一个飘头 泰王飘头哥,韩国飘头王 走,进身,刚才是一个两个身位 马上后撤一步补个位置 悬停 正身位 对方进正身位 压你的下盘,逼你就翻 好,看一下第二局 确实很精彩啊,确实很厉害 走,一波 先开局,发波先开局 一个神龙 大家看一下红人的对侧 这把一个中腿,压个硬直,再发波 那对方有前走的意识的话 马上后撤一把 打高点啊,大家看到 好,对方Hagger近身,一个身位 神龙落地,对方一个重拳 怼回去 先去发波腿 好,卡一个身位,打一个插盒 捏出来一个中腿落地 想压起身 这把压到起身 科学 好,打晕了 他以为是个 他以为是一个逆身位啊 其实起身还是剩身位 跳中腿落地 有一个虚晃对方 赢左右折的这么一个作用 来了啊,不等落地 保保康 宰圣龙,不要动 看一下红人的对侧啊 红人对侧就是要近身 那被捏 一个旋风腿过轻波 落地直接捏 好的,还想来这招 要顾忌重施 只能打一次啊 一局只能用一次的招式 哇,这个卡位 这个卡位 终于卡到近身 打你出招 为什么泰王会这么着急要乱动 因为他近身以后是个二则 要么偷你下盘 打中葵花 再接生龙 如果说不动 切一点 然后再捏 他是一个二则 好,看一下泰王的对侧 轻波 卡一个板边 也是卡一个半身位 来了 中拳 近身 下盘 再波 跳头顶 一波 高点 现在压红人板边 旋出来 旋停 马上升龙 落地 对方直接中拳怼 不是安全招 来了 兄弟 近身 两个hacker近身 还是关板边 收费厕所 完了 这个逆向 太难了 居然打到泰王的逆向 这个是太难了 要打到泰王的逆向 谈何容易啊 基本上是打不到这个点的 那泰王也是大意了 一批不愧是一个高手啊 这种千载能风的机会也会被他把握住 他欺负两批啊 只有 只有1.0的势力 这个太难了 但是对方听力绝佳 丧失了势力啊 就会有听力的增长 走 你对方近身 好的这个距离整好 对方七手一个升龙 到底好近身 完了 刚才出招应该出一个跳重腿 跳动腿 来 下班 升龙 再来 好一个波过点 好跳腿捏头 你看啊 他的眼神很凶恶啊 面对对方咄咄逼人 不为所动 好 hacker出来让你尝一尝我独门绝技 哎 飘头大哥 人狠话不多 就是捏 再来 一波 完了 直接跳过来 缠着绷带的腿 结结实实的捏在了对方的头上 很残忍啊 对方天天是踢那个棕榈树 看着你的发型比较像一棕榈树啊 只不过发育不是很完全 狠狠的踢下去 走 Yogi出来一个神龙 兜底 啊 猴人这个瞬间其实很崩溃啊 啊 连续神龙 两个神龙三个神龙 过波什么鬼 啊 确实很 一高人胆大 胆大一更高 完了落地两个刺腿 但是有机会神龙啊 啊 刚才一个机会啊 没有把握住啊 不然这局历史又要改写 很不可学 啊 刚才那把不能说不可惜啊 非常的可惜 两次刺腿切中 但是葵花没有出来 一颗想秀的心啊 狂妄不止 中场恶果 好 进身捏 一波 回身起身 一波 再捏 一波 两波好 对波不要动 嗨个嗨起来 连续比板边 一波旋风腿 旋庭长老 景神来了 好的 中拳捏到头 一个旋风腿旋身后成功 一二三四 起飞兄弟 好 愣捏 对方反捏 一波 好一丝血 太王 好跳过来捏头 一波 一波好的 这个空中确实屌啊 这个距离把控 大师级的身位 这个没办法 真的太强 来了一波 风味 两波跳过来 直接捏头 高点升龙没有打中 一波 两波起跳 哇 这把真的精彩 那可以说可乐肯 要牢牢把握住 场上的这个距离 那对方不让你近身 看一下他怎么打破 对方的这种 波峰流啊 不叫波声啊 叫波峰 好 旋庭旋到身后 一个神龙绕后成功 那落地的话 打一个后手 高点升龙 对方Higer近身 来了 哇这个压迫感 让对方感觉到耳光身风啊 完了 啊 捏头再见 起跳 一丝血 这个能反杀 绝对是大师级 一波啊 对方一个相杀 直接踢到了头上啊 没有办法 被捏 好我们再看一局 然后再看一局 真的很秀啊 非常的秀 来兄弟 重整旗鼓 起乎相当 好跳过来 正好跳到枪头上面 近身 堵对方一个神龙 好这边后手神龙 对方也是想动 完了近身 我漂亮 完全不给机会啊 这是 简直了啊 简直了 真的是捏啊 捏到精神错乱啊 捏到痛苦不堪 好一个高点神龙打中了 近身 对方很痛苦的在瞄啊 你看他的眼睛 走一波 好 抢腰板边加增 加增加增加增 保保康近身 一波头上一拳 缠着绷带就是不一样啊 那你胸口的十字啊 胸口的一撇啊 胸口的一那 我来给你添一撇 走 近身 完了 近身 漂亮 啊 刚才一个下腿的话 再接旋风腿近身 对红人来说 他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近身 打对手 为了读到一个圣龙牌了 来了还是一个近身的状态啊 对方直接保保肝 啊 大哥认真了认真了 那只有一那的同学 我来给你添一撇 走 一批是强迫症患者 他觉得对方胸前的一那确实是有所缺失 人生不完整 我来整我来给你做个人兄弟 完了 起飞 他满边漂亮 边吐来边起飞这把再见 那这那是写成功了啊 这一批绝对要给你添上 走一波 啊 赤字成功 宝宝康 难道还有转机 哦呦 冬底 一四血啊 无言的结局 哈哈哈 哎呀到底谁赢啊 我们 确实要关心一下这个问题 嗯 嗯 好的 大家喜欢全解说 建议节目关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